whoi 各位早安 現在是早上七點多 我們要來這裡 這個是他們的公車轉運站 我們要坐公車去路易斯湖 這個是排名第2 第五個景點所以飛去不可 要不然我覺得湖看起來大概都大同小異 然後呢這個地方呢 你看一大早一堆的遊覽車就來 這些都是旅舍 所以才會說這個小車你看 不管是六日一到五都有這麼多的遊客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傳奇的小鎮 如果我們台灣在那種花東也能創造這樣的奇蹟 那真的是不簡單 重點是人家規劃的很好 房子都弄得很漂亮 然後很有那種歐式的感覺 他說這個班夫鎮呢 堪稱是最乾淨的城市啊 這還蠻乾淨的啦 這個叫IGA也是這裡的超市 你看它這麼一個小鎮喔 超市還蠻多 我昨天簽了一個超市 還有Asia Market 比較小看這裡喔 所以我跟你說 這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小鎮 連那個什麼亞洲食物啊 韓國食物也買得到 然後也有中式餐廳 所以你看中國人真是無所不在 他們這種椅子我覺得很特別 好像我們台灣有一家叫薰草仙靈 就是用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這個 IGA應該這裡比較傳 比較像傳統的老外的超市 像我們在Element棟的那種 這一幅也很像 喔有賣湯啊 所以我就記得它 湯賣很多的小鎮 對啊 那我們看那個什麼 好看到這裡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朋友 請按下訂閱還有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同時將這影片分享給你的爸爸媽媽 男朋友還有喜歡旅遊的朋友 有沒有聽到火車的聲音 這個小鎮的旁邊有火車 他們是早上收垃圾 垃圾車現在來站 對啊 好吵 火車我這半夜好像就有聽到 就在叫 但是很方便啊 坐火車出去玩 那我們去看鐵軌好了 比較像住宅區了吧 這裡像自家 這裡這樣我覺得很方便 旁邊就有一個超市要買東西 走兩步路就到 就不用像美國到哪都要開車 哇 這樣連這樣子看起來都很漂亮 身上唯一的廁所 為什麼要拍廁所 我覺得這個水平還真高 廁所裡面還放音樂 看起來就很漂亮 還有加黃黃的那個葉子 不知道那是什麼 那不是楓葉 這個也是一大片 好幫你拍一下啦 廁所 蓋的也是有形有樣的喔 就在學校 對這是一個高中 他們都是這樣很寬闊一片 然後出來運動 因為這裡就唯一 這一株啊 落滿地啊 其實跟Elementor也是一樣 那種葉子落滿地 對 8號車 要去路易主 你看看已經這麼多人了 所以大家都在這裡 還有一個8S啊 是不是不同的 這是另外一邊 分成兩線 原來我們這一線是reserve 這個是沒有預訂的 所以我們排的是 因為我們剛才買不到的 所以是non-reserve 所以是non-reserve 下面還有一個 這一支 欸你不懂嗎 才能不能製作的嗎 才能不能上去 才能不能上去 好大喔 這車子是新的喔 現在終於來到Louis Lang Lang Louis 我們現在要走過去 剛剛從公司站下來 欸好像也是很多人 這個第五大景點 不一樣 這是唯一在Lang Louis的飯店 這個一碗都很貴 上萬幾票 這裡有華人在這裡拍婚紗喔 哇塞 超冷的咧 這很難得 但是看起來超美的 哇塞 很中文耶 從大陸來這邊拍婚紗的嗎 這就是Lang Louis 喔 這個湖跟我們那天看到 Mina Wonka的湖 又不太一樣了對不對 跟Mina Wonka又不太一樣了 啊 這 這個 Kia的朋友 他是來 但是他住在美國 已經名一名了 我們這次住在我們的那個 這個 3 Peek 民宿 遇到的 美國人是 來幫你錄一下 難得來這個知名景點 世界奇蹟 那個人 很難得來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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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漂亮 你看这盒 哇 多清澈呀 漂亮 女士 拍起来就有那种不同的美感 怎么拍都怎么美 所以呢 砂锅里的底片 这个有点 听说这个蛮久的一个饭店 这一整片都是他的 是Louis Hotel吗 这些是LangueLuis 这个LangueLuis的hotel 来拍一下 哇,很冷啊 真的 啊,三十块一杯 它没有? 然后就这么多人 加币啊 好多人 第一,就是它的拉比 拉比应该在这里 各种像那个 细派的样子 会有空气 所以它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我没有住在这里,超贵的 想要住这里的人 可以上网去讲一下 这个饭店一出来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 所以住在这里啊 虽然一个晚上很贵 也还蛮值得的吧 请不吝点赞 可以 带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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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